各位油管朋友你们好 在这里祝大家新年快乐 龙马精神万事如意 在新的一年里 学业、工作、生意、投资都丰收 这一期我就想花个十分钟 跟大家介绍一下 最近一个星期在多林多市中心的物业销售情况 我们主要是看一下在市中心的C01区 C01区是在多林多 这个Blow Street Yang Street 还有这个Goltrain的铁轨 和湖边所包含下的这些区域 这个区域包括大学学区 中国城China Town 金融街 Yubei街 Franc街 那个地方 还有King Street 和Queen Street 等一些生活区域 在这里 我们可能偶尔还能看到一些 独立 半独立 但那个都不多 一般都是以 Condo 公寓为主 我们来看看 我们把这个条件设成过去的七天 售出 然后就没有什么条件了 我们看看这个区域里面 应该有五十来套房子 在过去七天成交了 瘦的 对 我们看 拉近一点 看这里还是以五十万六十万七十万的为主 偶尔有个一百多万的 我们今天就先不去看它 我们从第一开始看吧 好 我们先看一个五十七万的 这个是五十六万五卖出 它在三楼 是一个卧室 一个书房 一个石油间 管理费是六百六三 每个月 面积到挺大的 六百到七百尺 这是五十六万五的 再看这个是五十八万八卖出去的 一个卧室 一个书房 一个石油间 八楼 管理费是四百八三 面积是六百到七百尺 再看这个 五十六万八卖出去 在四楼 一个卧室 一个书房 一个石油间 还有一个车位 这个好像看起来很不错 六百零九的管理费 它因为有个车位 所以管理费也一定要超个六百的 也是五百到六百尺 这个是比较 接近这个体育馆 别近四中心 这个是我觉得是很不错的 一个了 可能有点算简陋了吧 我们再看六十来万的吧 六十来万的 看看这个六十五 在十楼 一个卧室 一个书房 一个石油间 没有车库 管理费五百五十二 六百到七百尺 挺大的 这一个六十三万 六十三万 一个卧室 一个洗手间 没车库 管理费才三百九十每个月 六百到七百尺 而这管理费比较偏低啊 六十三万 这个可能里面是比较大 我们今天就不进去看细节了 就看一个大概的情况 这里有个刚好六十万卖出去的 一个卧室 一个书房 一个洗手间 没有车库 在九楼 管理费是四百九十七 面积是五百到六百尺 这是六十多万的 好 我们来看七十来万的 七十二万五 六天前卖出去 楼层是在二十六楼 一个卧室 一个书房 一个洗手间 还有一个车库 哇 七十万出头 有一个车库 管理费是八百零三 稍微偏贵一点 六百到七百尺 然后看这一个是七十万零八千卖出 两个卧室 两个洗手间 还有一个车库 楼层在十十楼 感觉很不错 感觉很不错 这一个管理费七百零七 它是两个卧室 再加多一个车库的话 这七百零七还算可以 这七百到八百尺 这个我感觉还是不错 再看看另一个七十来万 这个是七十五万三 两个卧室两个洗手间 没车库 七十五万三 三十七楼 楼层还是不错的 五百一十五的管理费不算太高 还挺好 七百到八百的面积 这个也不错 好 我们这个五十多万六十多万七十多万的房子都看了 从这里看到我们感觉到这个价格还算可以啊 对于说很多五十万六十多万的 都是 大部分都是有一个卧室一个书房 虽然说吧 这个书房在多人多市中心的书房 还是有一点点偷换概念 它一般就是有个地方能放一个桌子 或者相对有个独立的地方 他们就叫做是一个书房 很有可能这个所谓的书房 英语叫den D-E-N 这个区域就没有门了 更不用说窗户了 所以说严格意义来说 它不是一个房 就把它叫书房吧 但是呢 多了这个小小的空间呢 可以当做储物间 而且有朋友来了 可以暂时待一下地铺 睡一下也可以 或者放个书架也不错 所以说 从这个这七八个物业看来 我们就说 现在六十来万都买一个带有书房的物业 我觉得还是不错的 价格还是相对好 而且七十万出头 就能够买两个卧室的 而且楼层是在三十多层的房子 管理费也不算太高 我觉得现在房价 特别市中心的 这个公寓的房价 还是偏向于底部 可能有点稍稍有点抬头了 这个一加一的卖的比较多了 可能大家觉得钱合适的话 多加个一两万都有一个书房的空间 觉得还是很不错的 好 我们今天就先花着一点点时间 来了解一下最近 在多人多市中心的公寓的售卖情况 如果大家喜欢我们这个视频 请在评论区里面留言 请点赞我们的频道 分享我们的频道 加入我们的会员 谢谢大家